二战时日军飞行员 这可是一个大计 这意味着在战斗中 一旦坐机被敌军击中 日军飞行员必死无疑 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不妨来看看二战时期 山东军民活捉的日军飞行员山田行马 当时他之所以会被活捉 主要是因为在飞行过程中 战机出现故障被迫降落 并且受伤后被中国军民活捉 而在武汉会战中 55架日军战机被击落 没有一个人跳伞 让人着实是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日军为何不跳伞呢 是因为日本空军没有配备降落伞吗 其实在日军飞行员必备的装备中 是有降落伞的 而且装备水准还不差 那么二战时 日军飞行员为何不使用降落伞 而日本飞行员之所以不愿意使用降落伞 主要是日军飞行员解受了武士道精神的毒害 大家要知道的是 武士道精神强调的是勇者无敌和不畏生死 因此许多日军飞行员根本就不愿意带降落伞 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一种极大的侮辱 其实有些人带了降落伞 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不会用 据史料记载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 日军航空队飞行员每一个人都不带降落伞 一旦击落便是必死无疑的下场 二战后期日军为满回战争败局 并且做困兽之斗 曾组织了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 这些队员基本上都是自杀式进攻 根本就没有想着活着回来 自然更加不会带降落伞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部分技术性原因 大家要知道的是 二战时的跳伞难度还是很大的 并没有现在的弹射装置 当战机被击落时 飞行员首先要解开安全感 和座椅上的扣子 随后推开机舱 然后跳伞 一旦速度不快低后 很容易被风速吹到机翼上 最终也没有好下场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日军飞行员当时可是在一国作战 遭到被侵略国家军民的仇恨 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大肆宣传敌国虐待飞行员 结果导致日军飞行员都不带降落伞 避免自己被俘 当然还因为二战时 日军航空兵吃了很多甜头 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十分狂热 自然也就更加盲目自信了 日军飞行员必将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据资料揭露 在二战后期 日军飞行员已经损失殆尽 新招的飞行员 由于飞行本领不过关 被美军打得是损失惨重 而且到日本投降前夕 还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 当时日军第343航空队与美军舰载机相运 发生交火 其中日军飞行员山崎灼山飞草的战斗机被击中 于是他便选择在横邦市跳伞 他成功跳伞后 地面上的日本警卫团居然认为 这是贪生怕死的美国人 根本就没看清面相 纷纷对 他拳脚交加 就这样他被国民打死 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 日本海军总结了经验 为了避免误杀 在飞行员的飞行服上 冯上了三个字日之丸的章 笔者认为 二战时日军飞行员 遭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毒害 导致他们陷入到狂热自信的状态中 结果在作战中损失惨重 连将落伞都不带 的确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特别是神风特攻队 让美军吃了不少苦头 更为重要的是 美军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国度 为了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造成的伤亡 决定使用原子弹 尽早结束了二战 其实历史不断的证明 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只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用来欺瞒日本国民的一种手段 二战结束之后 许多叫嚣着本土决战和武士道精神的日军高级将领 贪生怕死 一笑大方 让人感到可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ほど近期的麻布